hello everyone this is 大老天 and today we i'm going to open these boxes i'm very excited to open them let's start 好热呀 这头发放在这个地方下面全是汗 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 有一些我已经拆开了哈 但是我还没有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是个PR包裹 没有拆开的 我刚才的很有文化水平的英文开头 不会有人没听懂吧 都过四级了吗 不用再翻译一遍了吧 科尼夫 上期购物分享不是推了科尼夫的 洁面吗 他们又寄来了一些东西 这个应该是面膜 这里面是他们家的 应该是水乳吧 toner toner是 toner是水 是水吧 cream cream是霜 这个我知道 这点文化我还是有的 然后下一个 我跟你们说 今天这期开箱节奏非常快 我不能再像我平时那种磨磨叽叽的风格了 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已经拆开的欧莱雅的一个皮尔包裹 当当当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什么 我的天哪 里面有一个 欧莱雅男士炭爽浸油胺基酸洁面乳 这个名字还可以再长一点 这不会是金 这是金膜枪 然后金膜枪我之前也跟你们有分享过 我自己是有一个的 所以这一盒 这一盒就是也蛮难送的 这是一个男士洗面 首先就是给送给男朋友的人 单身狗是不配拥有这一盒的 然后呢他还得是个爱运动的孩子 才用得到金膜枪 光是这两个条件 估计就已经淘汰了三分之二的人了吧 这个外包装能看出来是什么 哎呀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在海南了 但这次去的不是三亚 是海南万宁 它是一个 没有像三亚那么旅游胜地的一个地方 但是听说景色非常的好 就以我的习惯 就是工作一天玩三天 所以我在网上买了贝安氏 一个是这种一次性便携泡澡袋 就是把它放在浴缸里面 跟浴缸有一个隔离的作用 然后这两包是一次性的马桶垫 给你们看一下 哎我觉得我好妥 我是最近才知道有这种东西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 好像浴帽啊 你看它是这样 就把它套在那个马桶圈圈上就可以了 其实我之前没有这么讲究 我也是最近看别人的视频 然后说什么 酒店的那个马桶啊 都是用什么什么擦的啊 被很多人就是不干净啊 被很多人做过 很多细菌啊 然后酒店的毛巾啊 都是拿来擦马桶的呀 反正这个牌子 它就是酒店的所有一次性的东西都有卖的 我没有买床单被套那些啊 因为它那种也是无纺布的 不舒服睡着 我觉得酒店脏也 也脏不到哪去吧 哎呀不不 不要让我知道 但你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啊 反正如果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些东西买 这次不是也是去海岛吗 作为一个走在时尚前沿的国主 怎么还能再穿同富的泳衣和比基尼呢 所以我这次又买了几件泳衣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次性情大变 我之前去海岛卖泳衣 一定要买那种看一眼就能记住 穿上它 你就是海滩上最亮的仔的那种泳衣啊 但是这一次呢 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身材确实有点走样 烫了 没有条件穿过于性感的比基尼了 当然了我觉得我审美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就现在就是性格变得比之前要更加的稳重了啊 就买了几件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种泳衣 而且是不太显肉的 但是它也是有一点心机的啊 虽然是连体的 但是它的腰部是镂空的 然后下面是高开叉的 会比较显腿长吧 要不要试给你们看一下呢 但是我的视频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尺度试泳衣 解放高能 非战斗人员请立即撤退 这啥啊 完全不显妖兽 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沙网也一点都不性感 也不显胸大 退了吧 我把这个卖家秀放在这里 让你们看一下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然后这还有一件泳衣 这件泳衣更保守 我这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才30出头 我怎么就这么没有斗志了 这种下面高开叉 然后上面长袖的 我是觉得可能会显得腿比较长 你们懂我意思吗 然后它的腰部有两个挖洞 我买的时候想的是 它腰部挖的这两个洞 可能会显得腰比较细 显得腰比较细 不行 不行 算了吧 还是算了吧 说到泳衣 我要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个 其实好像是18年的视频有跟你们说过的 能看出是什么吗 它里面是这样非常的厚 然后呢 有一面是这样有粘性的 它的粘性还是这么的粘 好感人啊 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还是早在我14还是15年 我那时候就是跟大佬闲刚结完婚去度蜜月 这个东西是贴在比基尼里面的 就是真的区别很大 你不贴就没有勾 一贴勾就有了 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 胸都会变得丰满很多 关键是这个东西的质量好好 我当时15年买的 中间去了毛里球丝 去了帕劳 去了三亚 还去了巴黎岛 去了四个海岛 都用了 都下水了 粘性完全没有变 去海岛穿泳衣 穿比基尼的一定要买 前面开箱的时候露开了一件 就是这件 意外的竟然还可以 就跟我想象中的是一样的 我当初买它的时候 就是想着它的腰 边的这两根白线 视觉上让人感觉你的腰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这里 推荐给就是跟我一样 没什么腰身 然后又不想穿分体的姐妹 而且这个肩带 还有上面拍照也好看 是好看的这件 天哪 刚才竟然忘记开这件了 而且这件能挤出钩 如果里面再垫一个胸贴 应该可能就更大了 同志们 我在里面贴上了 我推荐的胸贴 绝了 我跟你们说 真的绝了 就是这个泳衣 贴上胸贴 穿上之后 整个人胸的视觉罩杯 至少是地杯 这么可爱 这个好可爱 还有雅士兰黛櫻花微精华露 你们看这个包装 是个好可爱的小女孩 然后这边还有像漫画一样的东西 它这个是英之力限定版 这个不是PR包裹 这个应该是品牌寄给我的合作产品 这个微精华露 我之前是自己用过的 我应该是有空瓶过两个 这个瓶身也是这样子的 好可爱 这个是下个月 要跟他们合作一期定制视频 大家敬请期待吧 看这个植村秀 它好像是有机关的 这样 我超喜欢这个卸妆油 这个卸妆油真的是我的一个刚需 这里还有一个植村秀的 这个它的粉底刷 粉底液 小黑胶定妆喷雾 这个是定妆蜜粉饼 这个小黑胶定妆喷雾 我还蛮想试一下的 然后其余的三样东西 可以送给我的爱飞 这是啥呀 好像那个油漆桶 手撕腊肉 而且还是湘西手撕腊肉 我们家那边的 我家就在湘西啊 哦 文和友老长沙偷豆腐 文和友的口味香干 我的天哪 这是谁的PR包裹呀 文和友的 这是什么 鱼蛋蛋 哦好亲切 我看到这个中国湖南 几个字觉得好亲切 文和友的一袋辣椒 还有啊科研室 好了这个不用管他了 好我们来吃东西哈 这个是科研室记的PR包裹 然后里面除了一堆吃的 还有就是今年夏天 应该要主推的一个新品吧 我猜 高保湿清爽霜 哎他们家高保湿霜不是很好用吗 这个难道是一个就是清爽版本吗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系这么多吃的了 因为你看他们这上面的话说的是 挑战吃辣不出油 夏日不出油 出汗不出油 焦虑不出油 熬夜不出油 实力展现全天不出油的极致控油力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味道哦好感人 我要哭了 这个味道仿佛带我穿越过三个小时的飞机 七个小时的高铁回到了我的家乡 嗯就是湖南那味又辣又咸 哎我没有吃过这种真空包装臭豆腐 哇它里面就是一块压扁了的臭豆腐的样子 嗯这个一般般还是新鲜的臭豆腐比较好吃 口味香干 这个应该蛮辣的 这个还有嚼劲呢 我希望其他的品牌多向科研师学习一下 有剩没事往里面塞点吃的 继续 这个什么好可爱哦 是一只熊哎 厉蒙的唇釉 六只他们家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熊系列的唇釉 这个送给你们买 哦这是我买的抹胸 这件是一个黑色的 它是自带胸垫的 这胸垫还蛮厚的 I like it 穿它就不用穿内衣了 这个好看盒子就知道 这是小猪姐姐自己的品牌 Miss Piggy 好可爱 如果我出自己的品牌 应该叫是Big Sweet Big Old Sweet 这道题无解不想了 这应该是他们家的新品吧 温泉清盐卸妆湿巾 这里还有三颗 眼线胶笔 哇出眼线胶笔了 修眉刀 三角极细眉笔 插一只眉笔看一看吧 灰棕应该比较适合我吧 一抽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它有一个替换妆 它是一只眉笔和一个替换妆 那还挺划算的 这个硬度我还蛮喜欢的 不愧是美术生 我也是美术生 就是美术生会喜欢的那种 2B铅笔的硬度 又是我买的泳衣吧 又是泳衣 这个泳衣的胸垫怎么这么厚 我牙上没有辣椒吧 刚刚吃的那碗 这个没有吗 活的吗 这生点多厚 一个字绝 这打湿了之后应该会很沉吧 然后它是一个比基尼啊 下面四 内裤 呃不 泳裤上面是这种挂脖式的 呃比基尼 来喽来喽 我现在在试这个比基尼啊 但是这个画面真的不行 不不能放出来 这个有点太性感了 我的内心还是相对保守一点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一下 我觉得确实就是 没有腰身的人 还不如穿三点式比基尼 就是大家的视线 会集中在你的三点式上面 而不是在腰身 然后我现在试的这一套哈 就是小松的妹子可以考虑一下 哈里面没有垫另外的胸垫 但是都能挤出够 我还蛮推荐的 挺显瘦 挺性感的 也比较简单 哈哈哈哈 你们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这不会还是一件泳衣吧 我有买这么多泳衣吗 这也太保守了吧 这是我买的吗 还是大老贤给我买的 大老贤偷偷动我 购物车了吧 我怎么会想象这么 这么 这么 没有任何亮点 当时看中了他哪一点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这个又是一个欧莱雅的皮尔包裹 这不会是日历吧 color 这什么 什么单词不认识 查一下 我当初也是过了英语六级的人 怎么现在沦络成这样啊 爆发户 这为什么会是爆 那个colorish 这个词我查的是爆发户的意思 什么东西啊 不会吧 里面有一台拍立得 那镜头在哪里啊 还送了一个富士的胶卷 一次成像打印机 所以它应该不是拍立得 它只是打印 OK 那也不错哟 这个东西 这个礼盒还没有讲完呢 里面还有五支欧莱雅的口红 送送送 送 中场休息好不好 吃点东西 嗯 不知道在看我视频的人 那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有东西吃呢 如果你现在正好躺在被窝里面 家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 那真是太可怜了 这个 这个美籍 是个密码箱嘞 怎么打开啊 打不开怎么办 2000 years later 啊开了开了开 里面有一盒美籍的积雪草舒缓 修护面膜 液管护手霜 一盒也是积雪草面膜 还有一个本子 红通通的笔记本 送给大家 哎呀还有一个大东西啊 盒子的外面已经写了 是科研式的 这么大一个 而且好沉呢 但是我跟你们说哈 每次收到这种特别沉 特别大的PR包裹 通常来讲里面都不会有太多值钱的东西 这不会是一个黑胶唱片吧 真的火花出品方科研式 还有哇唧唧哇娱乐 哇哦 真的耶 但是现在谁家有放唱片的机子啊 哎呀我我我这么拿出来会不会把它污染了 啊赶紧赶紧放回去 哇这这这盒应该是产品吧 我先拆一个这个 我去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送了一个唱片 然后这一盒不会就是唱片机吧 这么大手笔的吗 真的是唱片机 黑胶唱片机使用说明 oh my god 天呐 这是电源线 哇这个箱子好好看哦 这个箱子是磨砂的 弄几皮的感觉 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放唱片的地方 嗯好好玩哦 然后这一箱 肯定就是产品了 看看里面是啥哈 卡片上面没有写我的名字 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K星佳人 时髦又复古的科研式迎来了170岁生日 直此周年之际 科研式携手品牌音乐大使毛不易 共同出品至爱单曲火花 邀您一起点燃心中的花火 科研式的170岁生日 对我想起来了 我下个月还要去上海参加他们的这个生日party 然后里面应该就是他们家的一些明星单品了 盲猜 这个是牛油果眼霜 盲猜高保湿霜 盲猜金盏花水 猜错了 玫瑰金翠水 定制尊享 这个是专门定制的吗 哇好漂亮啊 而且是玻璃罐的 我现在好渴 我想喝掉它 中间这个盲猜 安白瓶吗 夜间修护精华液 差不多 长这样 像个小奶瓶 这个是 这个是金盏花水 这个也是这种 大瓶的 里面都是一样的 从里面挑几样送给大家 然后呢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 这个唱片和这个唱片机 我猜你们一定非常喜欢 看看谁会是那个幸运的人呢 然后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部分在微博 会有一部分在B站 具体怎么分配 我会打在评论里哈 ok that's all so we are finished over 结束 大家可以散了 拜拜